外籍男子闖進國宅頂樓 先是把自來水閥通通打開 接著破壞照明燈 發現有監視器正對著他 立刻上前破壞鏡頭 住戶實在很無奈 因為根本沒看過這個人 上個月27號中午 他卻闖進台北市萬華這間國宅 惡意搞破壞 住戶氣得要提告毀損 沒有看過 因為我們是 那個有公告出來說 這個外國人就是 都破壞東西嘛 我是沒意見到 意見到就不會讓他跑了啦 想說奇怪 怎麼人家在洗頭頂樓 不曉得就是這個傢伙 後來才知道 是這個傢伙在搞的 警方當天就到國宅查看 但第一時間沒有發現他 事後加強巡邏 三天後他又出現在 國宅一樓管理室 立刻將他帶回警局 調查後發現這名33歲男子 是土耳其人 今年二月以學生身分來台 卻擅自闖進民宅 不只破壞照明燈 把監視器都給扯斷 甚至打開止水閥 讓自來水狂流6分鐘 這名外國籍男子跑到這個頂樓 來惡意搞破壞 他還故意把整排的這個止水閥都打開 造成樓下的住戶陽台 嚴重擊水 警方發現他並不是國宅住戶 但詢問為什麼會到這裡毀損公共設備 他卻是完全不肯透露 只能先依毀損罪寒送法辦 但在水晴吃緊的時刻 故意浪費水 也讓住戶任無可忍 TVBS宣傳黃建國國穎台北報導